装飾音是要很快的 一開始的時候 預計一下你的Crescendo 打算做多大 有沒有需要用全弓 或者有或者沒有 這個A音 大家想會用四手指 還是用三手指 我覺得用三是會好一點 如果你想做一個很有信心的Vibrato 用三手指是會穩妥很多 我剛剛做了什麼 我不是 然後拿起一手指 然後這樣去按 你聽到雖然音是準的 但是從感覺上去說 換把來說 這不是一個很正確的換把 所謂正確的換把 你是要有一隻手指 一手指 然後去到六把位 去到想要的那個把位 先放三手指 所以大家拉這句的時候 千萬不要拿起你的手指 慢練的時候 你甚至應該要聽到 有一個F才可以 你要聽到一個準的F 不讓這個F拉出聲 或者是很細聲 五把位 這個是七把位 用三手指 用三手指 Vibrato 有一個滑音 這份譜的換把 二一一一三 但你也可以 我可以 Type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晃 一 一 大家聽到嗎 聽到一個E 音 為什麼有這個E 音 我確認自己由三把去到五把 你的手指公應該很放鬆的 這句譜譜或者很多版本會提供的指法就是換把 由一把去到三把 沒有什麼不對 音準是沒問題 但你也可以用一把位 用E 弦也很聽 我拉了三次 其實我想聽什麼 我想聽快的這六個音準不準 或者這五個音準不準 或者乾不乾淨 清不清楚 而如果你覺得不清楚 很可能是左右手不協調 我剛才做了什麼呢 大家經常會聽到一些版本 那些 soloist 是會有這些滑音 這個效果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兩個B flat 但是用兩條不同弦去做出來 而兩條弦之間是給它一個很小的滑音 你要判斷怎樣為之少 怎樣為之太多 這個就太多了 寶寶寫著這個泛音是用什麼手指 但是你不一定要用四手指 你用四手指是會很準 但是少了一些加滑音的可能 如果你也想著用滑音 或者加少許滑音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二指 會不會這樣 這裡有三個F 你會不會每一次 還是你只選擇其中一個 可能在最後的音 你才換另一個手指 3 3 2 1 現場 這些快的音 三十二分音符 就不要拉得太死板 先慢後快 你拉的時候可以 他本身這個指法 提供的是有這一個效果 空弦 然後同一個音 但用另一條弦 所以大家看到這就是當你 我剛剛看到一隻很大的老鼠經過 你用四也可以 用三也可以 這裡的音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不用另一個指法 用另一個手指 人家就聽不到這個效果 要不就換一弦 要不就用另一個指法 我意思是用這個手指 人家才聽到有四下 最後可以考慮給一個很少的滑音 由C-Sharp 然後高半音加一個 D 最後這個音 跟大家示範了很簡單 這首很出名的 由Monty所寫的 Sardust 開頭慢這一段 或者是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